哈囉大家好 歡迎光臨台灣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好紅好紅的毛澤東東 欸 紅到現在 中國的大學生一直到現在 都要必修這個名字好長的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蓋了 欸 真的好長啊 來學習偉大毛主席的思想 而在台灣我們對於東東的印象是 共匪 共匯兵 文化大革命 呃 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好像也不是很熟 這個不熟的背後是有原因的 1949年 國民黨來台後 和對面的共產黨形成互相對峙的局面 這個時候團結一心認清敵人 可是很重要的啊 那我們就大街小巷通通給他寫起來 這些反共愛國標語 是很多長輩們成長的共同回憶 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底下 台灣人對這個萬惡的毛肥 自然是虛鬧不行啊 將總統認證的壞人 還有什麼好說的 壞壞 我們對於毛澤東東的認識 也就停在這了 但過個台灣海峽可就打打地不同了 你的共匪就是我的偶像 1960年代末期 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來到高峰 一起讀毛語錄 貼毛澤東海報 早晚要跟毛主席請安 只要能跟毛主席有關 什麼都給我來一點 但是你知道吧 毛澤東可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偶像 當時他的粉絲可是遍布世界啊 像是委內瑞拉的前強人領袖查維茲 就表示 人家年輕的時候都研讀毛澤東思想 最崇拜毛主席啦 還有美國黑人運動的元老級組織 黑豹黨幾乎人手一本毛語錄 把他當作黑人革命運動的精神指標 就連忍者哈特利的作者 藤子不二雄A 都被毛澤東圈粉 還幫他出了一本傳記漫畫 哇塞 這個毛主席的後援會太誇張了吧 究竟毛澤東是如何從一屆農村平民 變成中國共產黨最重量級的人物 甚至成為全球idol呢 嗯嗯 開始囉 要了解毛澤東這個人 必須先從他年輕開始說起 我們的董東成長在農村家庭 家境還算不錯 如果我們給他做個生涯規劃 董東應該會去私塾念個四書五經 再學學算數幫家裡做生意 然後找找和爸媽選好的姑娘撿婚 過著幸福安穩的生活 但是啊 董東通通不要 什麼傳統思索 我要去新式學堂 什麼談好的婚姻 我才不認帳 年輕時的毛澤東是個標準分親 我們前幾集提到的 各種中國近代的大世界 他都有參與 聽到辛亥革命 立馬衝去參加革命軍 看到了改革浪潮 就帶頭號召反軍閥 五四運動時 自然也是逼平傳統家庭觀念 擁護個人主義的進步青年 他還曾經在新青年上發表論文 體育之研究 認為 活力捏弱 五風不治 民主之體制 日趨寢夕 你各位啊 就是要好好運動 國家才會搶啊 我們家董東直接身體力行 化身為游泳健將 也到處給你跳河跳一發 而這一連串的革命洗禮 和社會運動 也讓毛澤東最終決定加入 時下最火的中國共產黨 立場的老百姓站起來 第二個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一開始就是帶工人喊口號 爸爸公 但發現這樣搞共產革命 而進度實在有點慢 於是在蘇聯爸爸的指示下 我情願地找上了國民黨來合作 開啟起了我們上一集提過的 愛恨情仇滿點的八點檔大謝 國共合作 再分裂 再合作 再分裂 有完沒完啊 在這束歷史大劇中 我們毛澤東東開始 一步步邁向權力的王座 在第一次合作破局時 東東提出槍桿子出政權的關鍵名言 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之後用武裝爭取政權的路線 又在遵義會議中 把對抗國民黨勢力的三人團好好檢討一番 組成了新的決策集團 提升自己在黨的地位 也同時掌握了軍隊 不過可別忘了 中共的背後一直是蘇聯第三國際在支持 黨內親近蘇二的國際派 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乾爸說的話能不聽嗎 於是國際派的頭號人物王明 也就是我們董東下一個要處理處理的對象嘿嘿 1940年代 毛澤東在中共大本營延安發動了整風運動 表面上是要整頓黨的風氣 要求大家學習黨發布的必讀文章 用黨的標準嚴格的自我檢討 也鼓勵大家彼此批評 實際上毛澤東則利用這個機會 用批判批判之數 鬥垮了蘇聯的代言人王明 梳立了他黨內第一人的權威 而我們董東的鐵粉們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毛澤東思想 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正式開始 START 東方紅 太陽瞬 中國出兩個毛澤東 從此是青年到全力遊戲Online 要說毛澤東這個人的性格和手段 在他寫給老婆將近的一封信中提到 在我身上有些虎妻是為主 也有些猴妻是為賜 來虎妻而猴妻 嗯 簡單說就是霸道總裁 和街頭小流氓的綜合體 像是在整風運動中霸道的公開整肅一節 又在後面的政治生涯中 屢屢算計自己的同志們 我們確實可以在毛澤東一生的鬥爭中 看出他這種霸氣中帶有 尖巧的政治手腕 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 國共兩黨終於攤牌說亮話 欸 看你不上很久啦 定誤記啦 不過這個時候 共產黨已經不是以前老是被揍的洛基 反過來一腳把國民黨揣來台灣 而場控整個中國的毛澤東東 在1956年賀魯雪夫公開批評史達林後 也完全不演啦 直接跟路線改變的蘇聯分手 我 毛澤東思想 就是馬列主義的接班人 犯罪這之後文化大革命的推動 毛澤東崇拜就這樣被推向了高峰 欸等 這段版小小澄清一下 話說這本文化大革命最紅的小紅說 大家以為就是壞壞共產黨 逼大家讀的超級行好工具 嗯 毛玉露其實不是毛澤東自己發明的 而是解放軍統帥林彪的idea 還要求解放軍報要常常刊登 毛主席說過的話 讓大家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 後來就乾脆編成一本小冊子 欸對 就跟你的英文單字本一樣 有事沒事都要來翻譯一下 林彪曾經說過 只要讓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 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 變成威力不比的 元氣彈 欸其實是精神原子彈啊 這顆精神原子彈還真笛猛 文化大革命期間 見到人開頭就來去 做毛主席 萬獸無槍 在街上大跳中置舞 或是直接在牆上操現毛羽絡 通通都超正常 沒毛病 到長江裡游泳 當然要舉著毛羽絡 是非核彈成功 當然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毛主席萬歲 哈哈哈 國內已經搞定 下一步我們去征服世界吧 中國共產黨除了國內自己人 也沒忘了大外宣的工作 安安你有聽過毛主義嗎 我這邊已經翻譯好十字種語言 全球117國流通 還線上廣播給你聽 同學有不新句啊 在當時 世界正處於美蘇兩大集團 鬧冷戰的時代 兩大思想集團你瞪我我瞪你 鼻子不動手 但私立下在世界隔離戰地盤 來的問題怎麼越搞越多啊 這個時候和蘇聯分家的毛派共產主義 提供大家一個清新的新選擇 在資金不流通的年代 許多人只聽說中國正在發生一場 由民眾主導 空空烈烈的文化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革命無罪 周返游禮 大家聽起來超酷的 這股象徵打破舊勢力的蜂巢 讓全球青年們為之瘋狂 不管是歐洲六八學運裡的學生 或是日本安保抗爭裡的青年 還有前面提到美國早期爭取黑人權利的 激進組織黑豹黨 都開始高舉毛主席的肖像 被問到為什麼要貼毛澤東的海報 黑豹黨的領袖Adric Clever說 因為毛澤東是最最壞的 罪人在地上 毛語錄的暢銷 一度超越西方舒坦的不敗神話聖經 世界各地的知識青年們瘋狂搶購 而這波大違宣也確實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許多被歸類為第三世界的國家 在這個時期吸收了毛澤東思想後 組織成各種政治勢力 有些甚至取得了實質的政權 讓毛澤東思想繼續以新的形式 在二十一世紀蔓延開來 今天我要說到這邊 大家也可以稍稍了解 毛澤東是怎麼影響近代中國和世界的 從現在回頭看 文化大革命和更早一些的大躍進 都是毛澤東引起的災難 大躍進中瘋狂的勞力總動員 追求短時間的超音感美 造成了慘烈的大饑荒和自然環境破壞 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讓數不清的人無辜喪命 傳統珍貴文化被破壞殆盡 是連中國共產黨官幫都承認的一場錯誤 欸? 不過錯誤這兩個字今年也被收回 那就是下一個故事啦 至於在同個時代 無法獲得完整資訊的各地青年們 卻被這股象徵革命的毛澤東幻影所吸引 一股腦地投入這種狂熱之中 當簡單有力的口號喊出來 彷彿生命就有了目標 一切都變簡單了 卻也沒有看到背後實際造成的傷害 相反的 在196070年代的台灣 受到了國民黨的控制 我們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識 真的是少之又少 1976年 當毛澤東過世時 台灣中央日報頭版刊登 毛匪澤東必命 真版面罵爆毛澤東 小民們一片叫好啊 好啊 但事實上全世界這樣反映的 也只有台灣啦 方官美英日在內多個民主陣營國家 第一時間都發出哀悼 紀念這位近代中國史上 驅逐輕重的領導人物 同個時空背景下的不同資訊宣傳 讓一整個世代 對一個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當世界青人們還在對毛澤東 有著朦朧美的崇拜情懷 台灣的國民黨卻早已看破 但是這個看破 卻又包含了國民黨自己的政治目的 那麼究竟是誰看清了 又或者這個看清的背後 也是暗藏玄機 正正假假 虛虛實實 在資訊爆炸的今天 我們每天都在接收 看似透明但不清不楚的資訊 究竟要如何做選擇 如何適當的保持理性和懷疑 而這就留給大家好好想想啦 好的 說了那麼多口有點渴啦 喝完這杯茶酒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欸老湯所以你覺得這個 毛澤東是怎麼樣的人啊 以前課本真的都沒什麼教耶 其實你也知道我們以前就討論過嘛 你要去評斷一個人是好人壞人 其實很難啦 不同時代就不同的評價嘛 我們身在國編版課本的年代 對毛澤東當然是沒什麼好印象啦 喔那該不會你覺得其實毛澤東這個人還不錯 不太可能啦 你也知道就史實而言 他畢竟引發了兩次大災難 真的很難說他是個好人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到底近代的中國現在是怎麼看毛澤東的 好那所以他們現在怎麼看他的呢 其實後來像鄧小平時期就曾經說過 文革是有錯誤的 甚至中國的官媒人民日報都說 文革是被領導者錯誤發動的 哇那不簡單欸 我們這個共產黨也是會承認錯誤的 對啊其實這承認錯誤真的是蠻難得的 共產黨近代的說法 大家都認為毛澤東有犯過錯誤沒錯 但是他對整個中國跟共產黨的貢獻真的太大了 所以是用一種有三分錯誤 可是有七分的攻擊 用這種看法在看毛澤東 不過必須要說這兩年風向也變了 最近中國課本在聊文革的時候 已經把錯誤兩個字都刪掉了 欸刪掉了 所以是他把這個錯誤收回嗎 對對對認錯都可以收回 我也知道啦就是說這跟誰主政是有關係 這就是我們下一集的主角了 真的嗎我們現在真的要來到這一步了嗎 沒錯下一集我們就要來到中國男人的時代 然後聊聊近代中國整個大國崛起 跟習近平的中國夢 哇我們這個習大大終於要登場了 欸這麼快要來到最後一集 我們這個八個月一下就過來 對啊真的有種蠻不真實的感覺 我們就要聊到當代了 哇這個今年這個疫情整個弄下來 一年又要過去了 那現在疫情還沒結束啊 對啊還沒結束了那怎麼辦 戴口罩啊 台灣吧與千萬級預購品牌 淨對流推出限量聯名款 有專利過濾技術 還可以隨喜重複使用 一個抵兩百個招玩寶 沒錯現在到台灣吧商城購買 兩個就有87則的優惠 87則 好啦那最後大家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囉 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你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對於毛澤東的看法喔 毛澤東喔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